Hello 大家 我們會學和外粉彩 我們開始啦 介紹一下今天的工具 我們要準備 三紙巾 一個碟子 芫花棒 還有畫紙 普通發展 還有拆膠 圓筆 這是作文膠紙 兔子形狀的膠片 剪刀和間斜 有花紋的卡片 首先我們是會 貼 就文膠紙去 這個四邊那裏 如果 沒有 做文膠紙 就用其他膠紙 沒有 貼得太實的膠紙 貼得太實 很難撕出來 我第一次貼了膠紙 貼得太實 貼得太實 我們今天會用的粉彩 顏色 總共有二十四個顏色 今天我們會用 淺色做底色 選擇 我最喜歡 黃色 將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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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色 現在放些粉紅色 淺色 如果 淺色 可以 再 掛粉 最好不要 放些顏色 淺色 現在 先去製製粉 先 滅開膠紙 現在 幫兔子畫眼睛 現在 將黑色刮到碟裡 用棉花棒 點一點 做一隻很小的眼睛 現在 你用了你的白條 你用白條 你用白條 我可能要用的 對 要用 我做完白條 妹妹的白條是怎樣的 要亮的 亮的 很亮的 很亮的 淺了 現在開始做雞蛋 這些膠紙在這邊 這隻雞蛋是藍色的 現在 下了不同深淺的藍色 我們要做一些漸變 現在我們 做一些三角形的邊邊 裝飾一下 火鍋蛋 放下去 度一下位 用橙色先 用橙色畫些花紋 如果你喜歡其他 如果你喜歡其他 花紋 我可以進去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到處都可以佈置一下 用紫色畫些花紋 完成啦 咪嬌子 我們可以簽名 還有寫日期 可以送給朋友的 OK 我們畫完 我們那些 我先介紹我那張 我這裡是有夠雲的 但只是第一個 然後這裡是有個蛋蛋圖 然後這裡有一個 好藏出的雞蛋 有個很年輕的雞蛋 這裡有個飛機 這裡有個花紋 好好玩呀 拜拜 拜拜